小赛罗,你老爸连贝利亚都打不过,还是我爸迪迦更厉害? 不可能,我老爸赛罗打败贝利亚的时候,你的老爹迪迦他可能还没出生呢 我老爸厉害 我老爸更厉害 我老爸在打怪兽比赛中拿了第一名 我老爸才厉害,哼,我以后都不跟你玩了 你们都别吵了,我把他们两个的电影都放出来看看 你们就知道谁的力量更强大了 稍等一下下,我现在就去打开电视 这台电视只有我小袋拿才能打得开 其他人都开不了 一圈小城市把我们遗忘 听空心里的伤 听心跳里的狂 听怀悼的温暖蜿火闪了 我觉得迪迦奥特曼的表现很一般啊 我就给他十个狗头好了 还是来看看我老爸赛罗奥特曼的表演吧 小奥特曼们 小奥特曼们,我们奥特曼打怪兽是为了保护人类,不是为了争第一的 我和你们迪迦叔叔都是好朋友,没必要去比较谁更加厉害 只要有人还相信光,我们就会为他而战,全力以赴去打败怪兽的 迪迦弟弟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赛罗弟弟,你说的一点也没错 没想到输了的贝利亚很不服气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从电视里面跑了出来 他居然要跟赛罗和迪迦奥特曼讲讲道理 我不同意,我上次之所以会被你们打败 是因为有很多小朋友给我丢狗头 这个狗头限制了本大爷的力量而已 你们都给我等着 等我回去把这个狗头甩掉之后 再回来找你们算账 拜拜了